如果有一天你在海边捡到了这白色的一坨 说不定你就不用上班了 因为这可能是鲸鱼的排泄物 比黄金还珍贵 它就是传说中的龙咸香 龙咸香有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只有鲸鱼把它排出来 然后被你捡到才是香的 而你强行从鲸鱼的肚子里面取出来 就是臭的 价值会大打折扣 龙咸香其实是抹香精 吃了大王乌贼后 无法消化乌贼的鹰嘴 在肠胃产生分泌物 把它包裹起来 最终排出体外 只有1%左右的抹香精 体内会形成龙咸香 而抹香精本身就非常稀少 因此龙咸香更是非常罕见 龙咸香的颜色 从黑色 棕色 灰色 白色不等的 颜色越白越昂贵 味道也更香 它一般漂浮在海上 然后被海浪带到海滩上 如果谁有幸捡到了这个东西 就跟中了彩票一样 龙咸香最早出现在汉潮 当时是渔民在出海的时候 就在海面上捡到了这个东西 结果就发现 这个东西比当时的射香还要香 于是就一层一层的敬献给了皇帝 最终呢 龙咸香就成为了宫廷用品 非常的珍贵 不过 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人们认为 这是龙王睡觉的时候流的口水凝结的 所以叫龙咸香 上岛的龙咸香 带有一股木质的清香和琥珀的香甜 许多名贵的香水都以龙咸香作为定香剂 也是中国四大名香之一 上好的龙咸香一克就价值不菲 捡到一块 或许你就实现财富自由了